娱乐圈爱姐原创日前 王子与邓丽心的姐弟恋正式曝光 两人相差五岁 但郎才女貌备受看好 而且王子和王子身边的朋友 也多次夸赞邓丽心 称她是人美心善的大姐姐 很会照顾人 而近日 王子被曝在香港滞留十天左右 期间除了与女友邓丽心约会 还顺便扮回了女方的闺蜜 还一并见了家长 据传邓丽心妈妈对王子这位准女婿很是满意 此前王子为了讨好 未来岳母开心 还特意学了广东话 因为邓丽心是单亲家庭 所以跟母亲的关系一直都很要好 母女俩多年相依相伴 所以作为邓丽心的男朋友 也需要花点心思讨好邓妈妈吧 两人见过家长之后 就传出了商议结婚的消息 7月28日 王子出席活动被问到此事 当即否认结婚传闻 并表示 还没有辣 太快了吧 没有这回事 毕竟我已才18岁 现年29岁的王子 自称18岁无可厚非 但如果她有个34岁的女朋友 或许就该另当别了呢 动则就强调自己年龄还小 动则就夸女友像个亲切的大姐姐 这还能不能好好谈恋爱的 两人是年龄相差5岁的姐弟恋 而且女孩子尽管嘴上不说 但心里肯定都会很介意自己的年龄 34岁的邓丽心 已经算是黄金圣女了 而且虽然两人近期才正式承认恋情 但此前也早有蛛丝马迹 所以在一起的时间 应该也不算断了 并且因为都是圈内人 所以互相了解的程度 应该也会比较神 而王子却直言 太快了吧 还说没有这回事 否认的态度也太直击了吧 瓜友们或许未必着急想吃瓜 但邓丽心听了会怎么想 试问哪个女孩子 期望听到男友这样 对外谈论两人的婚事和未来 此外 当天被问到七夕情人节的规划 耿之如王子 也坦诚没有规划 并透露自己可能需要忙工作 但这不算你们正式公布恋情的第一个情人节吗 娱乐圈姐弟恋修成正果的例子并不少见 家庭们越活越年轻 霍丝燕被宠成小公主 但是你们看 这样的王子身上 有修杰节的前置 或者渡江的影子吗 但愿幸福如人饮水 邓丽心冷暖自知吧 遇见一个方立身已经十年打水漂了 如今三十四岁真的耽误不起了 要说明天就结婚也不算太快了 但是一定要找到那个 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